官方剛在FB發布的這張圖 預告明天的GNN喔 雖然說這個消息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初音會先復刻一個禮拜的第一彈 接著是四個禮拜的第二彈 先前我們有聊到說 可能會比較聖鬥式模式 就是一彈稍微上修一下下 讓它可以符合當前的環境 然後主力跟玩法都著重在第二彈 不過官方發的這篇文 其實沒有提到上條或者是解放之類的 但是但是 它是GNN的特報 如果說初音的第一彈復刻 會出現在明天的GNN的話 欸 那還是有上修的機會的吧 不然復刻的部分技能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沒必要刻意再讓他們出現在GNN一次 過去的GNN隨便翻都有他們資料 希望明天是真的可以看到上修啦 不求說要把它修得多強 也不一定說要前能解放 但至少讓他們技能可以長壽一點 甚至你說可以跟二彈搭配 那也還不錯 像怪物彈珠就是個不錯的例子嘛 那如果過去有錯過初音合作 並且你是非常熱愛初音的話 這一次記得不要再錯過 如果是石頭有限的話 我們就一樣秉持先抽新不抽舊 沒辦法 畢竟你石頭都有限了 總要去做些取捨 總之今天主要就是把這個消息帶給大家 大家覺得明天的GNN會不會有提到上修 或者是解放的部分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 掰譜